今天是2024年5月17日 快必開往拔摩道的航程第1350日 快必和今天探訪她的陶瓷朋友阿斯說 最近天氣很好,不太熱,濕度低,她最喜歡 這樣的天氣她在外面最喜歡 就是洗完衣服上天台,浪乾衣服 在船上她都自己洗衣服 自己洗衣服的好處就是有蕃茄的香噴噴味 不會有咖喱味或噴煙味 很多同學都跟她一樣 自己床攤自己洗,自己底褲自己洗 在乾爽的天氣很快就浪乾,好醒 阿斯問快必用什麼洗衣服 快必說她自己會用蕃茄手洗 其實她這麼大個兒子都是這幾年才用蕃茄手洗衣服 有同學會用綠色洗頭水洗衣服 這隻花黃綠色洗頭水 場外一般超市都相信挺難找到的 她說這隻洗頭水酸性高,經常洗到生頭瘡 所以她唯有用自己的錢買裝身寶寶洗頭水 也有同學用親友入的滴露洗手液來洗衣服 有滴露香味也不錯 大家這麼勤力,洗乾淨衣服床單 摺皮又摺得時事正正,拍得住當兵的軍人 還會每個星期大掃取,撿乾淨衣服 這麼高質素的表現 簡直跟懲教署的專業精神一樣 全力以赴,善用資源,並且送相和諧 沒有三分一都值四分一吧 快必跟阿斯又談到日圓貶值得很厲害 很多朋友都趁機回鄉下,去日本旅遊買東西吃好西 場內快必都深係日本的 覺得日圓貶值,他們日本人會生活得很慘 為了援助他們,她覺得應該買多些日本東西 給多些錢他們省 所以她最近看中了一件Made in Japan的長衣 維花喜港幣6984,6984元 影片會有這件外套看的 雖然貴,但質地好,設計好,也值得 加上她的人工每個月都買少少零食 草草賣賣也有9000元,夠買一件外套 阿斯說下個星期就回英倫了 除了冬天凍之外,英國真是美食沙漠 所以會懷念香港美食 快必就曬命說自己的司飯不錯 佛誕那天她的早餐都是素食 是鮮奶麥皮,加上豉油黃炒麵 麥皮有糖,夠濃,炒麵有辣醬,正 昨天的米線都好燙,夠軟 有回鍋肉和筍,很好吃 還加上菠蘿油和央酒 阿斯聽到都流口水 說完食,快必想說下巴門宣言90週年 以下是她之前寫的一段簡短文章 作為巴門宣言90週年紀念 上星期四,5月9日是升天日 即是耶穌復活後升天,開始了教會的時代 教會不止是每個禮拜日回去拜神 之後一班人一個群體去喝茶吃個lunch的地方 使徒行轉和勞家福音都記載了耶穌升天的故事 揭示了教會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巴門宣言90週年 我想藉著升天日並排一起思想 和大家一起聆聽上主的話 如果不是教徒,很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巴門宣言 巴門宣言是以神學家卡爾巴特為首 於1934年,在納粹德國統治下起草的信仰宣言 與會的人認為德國基督徒 效忠於國家已經損害了教會 違背了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使徒行轉說耶穌復活後 有40天與門徒一起向他們講述上主角的事 這是關乎國度 與今生的政治、政權、王權 不是完全一樣,但又平行時空 人的一生根本是一個向誰效忠的問題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使徒行轉說耶穌將要升天 在教會時代開始的時候 門徒仍然在問一個政治問題 他們問:「你復興以色列國就是在這裡嗎?」 門徒仍然以為光復猶太民族 是推翻殖民羅馬統治 耶穌回答門徒 聖父憑他權柄所定的日子 不是門徒可以知道的 看到權柄就是一種政治語言 權柄權力就是政治 門徒的使命就是接受聖靈的能力 為主作見證 開始聖靈大能教會見證的時代 人的生命向主效忠為主作見證 一直與我同行的朋友都知道 我所說的教會見證 並不是叫人信教 叫人每個禮拜回教會拜神的信仰的見證 我一直所論述的不僅是這些 我放在一個更社會、更政治、更世界的處境 去實踐我們的基督信仰 包門宣言起草九十周年 當時納稅力量席捲歐洲 甚至教會都向政權下跪 組成了國家教會 當時有些神學人 牧師 不僅是科學服務政權 神學院老師組織了一個教會 與國家教會抗衡 叫應訊教會 他們起草了這份巴門宣言 向國家教會說筆、向政權說筆、向希特拉說筆 1934年的巴門神學宣言 第一條命題清楚指出 應訊教會抨擊國家 希望使得教會依賴他的一切統治主張 當時大概希特拉說宗教自由不是絕對 教會都要合法 之類之類 應訊教會 他們的宣言認為 唯有基督獨自掌權 而且教會單單聽他的聲音 教會才會合乎他的真理 教會才會自由 並成為世界中的一股解放力量 如果以為教會可以將他的信息和秩序 交付給他的喜好或主流觀和政治信念 這樣就是出賣基督 今天必須重新應訊教會的主 並且效忠於他 我們才能抵抗不公義 不符合人性的社會和政治權勢 教會的神學概念和他的政治 以及社會概念不可分割 上主的子民 不僅是教會裡的信徒 1934年的巴門宣言 要對抗的是國家的暴政 神學家莫特曼在1984年 巴門宣言50周年 即是40年前 對巴門宣言作過一番新的解讀 那時候世界所面對的是第三世界的貧窮 擴張型經濟力量、自然摧毀 以及性別公義、雷性解放 還有核武威脅下的和平見證 和政治公義、人權自由的關注 這些貫切不僅叫人信教 對象也不僅是教會裡的信徒 唯有當教會是自己為耶穌基督的教會 並處於上主升天前的託父的使命時候 認信教會巴門宣言的精神 才能力久上身 上主的子民、教會見證的處境 是一切貧窮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人 是大量被驅趕、驅散、被壓迫、被剝削的人 是在垃圾堆中的人 是被放棄在老人院的人 一切被剝削政治權利 被剝削作為人權權的人 政治犯、記者、女性、小孩、老人 我們、你們、他們 所有包括人之外的動物、大自然、天空、海洋 天上之天、地下之地 基督升天、教會時代開始 教會的見證 神學必須使得世界記起基督的掌權 並且促使其成為可信的狀態 教會必須讓神學記起上主的子民 並且促使神學成為這群子民的神學 星期五晚加送這次快必講耶穌 星期日又來了 這星期快必的郵商號夫 收到Truisa、兩頌飯、阿生、Fan、小月、北美的朋友 山頂周山和Petty的信 還有去LA玩的澳洲Helen 去瑞士多倫多Karen 也寄了Postcard給快必 以及老番的啤酒瓶卡 也有SILVER給快必和其他船員的信 黃鷹媽前後四封信 多謝各位記掛著快必 周妹,如果你有時間 就拿筆、拿張紙寫封信給她們 因為收到你的信對她們來說 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來信請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今天先說到這裡,拜拜!